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你的这个Muffet Gear 2 那这一期视频的话需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关于这个屏幕 就是它的这个Fly App的一些使用 那每个地方代表了什么 这个的话需要跟大家稍微细致一点的去讲解一下 好的 首先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的左上方 会看到一个Take Off Permit 那这个位置就代表现在就是整个你的这个无人机周围是没有障碍物 或者是光线都是足够的情况下 那你会得到一个它的这个飞行许可 它是允许你飞行的 那在这个Take Off Permit旁边 它是有一个N Mode N Mode的话就是之前视频跟大家讲的这三个速度的档位 你中间的这个N Normal旁边的是Tripod 右边是Sport 那比如说我把它拨到Tripod Mode时 你会看到这个Mode变成了T 那我们把它拨回到这个Normal Mode 然后在左边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起飞的这个Take Off的这样一个提示 那如果你长按它 你的Drome你的这个无人机就会起飞 那当然我现在在室内 我们就不去起飞它了 然后在左下方 这边会有一个小地图的图标 你点开之后 比如说你的无人机飞出去 飞出去之后 比如说到了一定的位置 你可能有一点迷糊 可能找不到它怎么回来 它会给你一条线 就你飞出去的整个这个航道 是红色的一条线 你可以照着这条线再飞回来 那这个是地图的一个使用 地图旁边你可以看到一个H一个D的标志 那就是很简单 在英语里面H代表Hide 然后D代表Bistance 就是说你的这个无人机飞了多高 飞了多远 这是一个意思 然后在旁边 在右下方 你可以看到现在是Auto Mode 就是你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摄像头 它现在是一个自动曝光的一个状态 那自动曝光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把这个AE锁定 那昨天跟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用这个ND Filter 就是这个ND滤镜 减光镜的这个使用 那当然如果你不用减光镜的话 你也可以锁定你的曝光 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 就是比如说从暗光到高光的这样一个转变 它也会是很自然的 但是有个情况就是ND滤镜可以给到你一个效果 就是像电影一样 它会有一个动态模糊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这个看大家是怎么使用的 那如果你按旁边的这个右下角的这个Auto的话 你可以切换成这个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有你的这个快门速度 那你可以去选择 ISO也可以选择 那快门速度的话 有一个原则就是 你现在我现在使用的是这个4K24帧的这样的帧率在拍摄 那我们用的Shutter Speed 就是快门速度的话 是Double它的这个 就是你的这个Frame Rate 就是帧率的两倍分之一 那我们选择的是五十分之一 这样一个原则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纯净的一个画面 那我们切回到这个智能模式 那我们再来往右上角看 现在的话 左边第一项是电量 那你的无人机电量现在是五十九 然后旁边的话是你录制了多少分钟 再往旁边的话 这是你的这个信号 在旁边的话是这个无人机前后的这个臂障 是不是已经打开 然后再往右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个小卫星的标志 那就是现在你连接了多少颗卫星 那现在来说的话 因为无人机在家里面 它没有办法 因为有墙壁的遮挡 它没有办法去连接到卫星 那卫星信号显示是零 这个要跟大家注意一下的就是 你的这个卫星信号 大概要等到十颗以上 它连接了大概十颗以上 你再去做飞行 因为连接了十颗以上的话 它就会把你的这个坐标 就是无人机起飞的这个坐标锁定 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它一个 比如说自动返航会落到的位置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这一边的话 还有就是这个右边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个胶片的这个东西 点开的话 你可以在里面去选择 你要拍照 或者选择拍视频 或者是这个一键生成短片 还有这个拍摄视频的一些模式 这个地方可以 下面红点 那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开始录制的这样的标志 然后旁边再往下 是一个播放的这个图标 点开之后 你的无人机现在里面录的所有东西 你在里面可以做一个预览 然后点击它之后 那你可以选择左下角 把它下载到你的这个手机里面 那这个是一个操作的一个界面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现在看右边的这三个点 这个地方就比较重要了 点开之后 第一篇是关于安全 那安全的话来说 第一项它会给到你一个选择 就是无人机在飞到有障碍物的地方 它该怎么去处理 那第一个选项的时候 往旁边绕开 那这个是我的一个选择 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 那你也可以直接穿梭过去 这个方法的话 是不是很安全的 因为有的地方可能就是完全阻挡住了 你不建议大家 然后再来就是直接就是关闭这个sensor 就完全不绕开它 那这个是更是不推荐的 大家还是选择第一个绕行 这个会方比较好一点 好的 那接下来这一项大家可以看到叫 Disable Sideway Flight 那如果你打开这一项的话 无人机只有前进和后退的这样的方向 它是没有往左右两个方向飞行的 那当然也是不推荐你使用的 好的 下面这几项就比较重要了 第一个是Max Altitude 这个的话是允许你的无人机飞到的最高高度 那比如说加拿大的话是120米 那你就把它设定到120米 那最远的距离 那这个的话就看你了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你可以把它设定到一个 比如说可控制的范围内 比如说3000米 可能3公里左右或者是2公里左右 那我选择是无限远 这个我所为之看你了 然后下面这个是Auto Return Home Attitude 这个的话就是说 比如说无人机 你想让它自动返航的时候 你要设定一个高度 为什么要设定这个高度 而且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高度不去设定的话 无人机它返航是直接直线回来 它不会按照你飞出去的路线去回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它是直线回来的话 它很有可能会触碰到一些障碍物 那你一定要把它设定在 你周围的飞行环境更高的 比周围的环境更高的一个距离 比如说我旁边可能有一些树 那些树你大概目测 可能10米左右 那你把它返航的距离 升高到比如说20米30米 就在它准备要返航的那一刻 无人机会上升到30米 然后回来然后再降落 这样的话就会避免了 它会去碰到一些障碍物的可能 那这个Update Home Point 就是你去选择你要在降落的位置 这个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选择的 下面这个Sensor的 它的做一个colour rate 就是做一个矫正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矫正的话 你要点开 它会提示你 比如说开始 无人机怎么样去做一个360度的旋转 去做一个矫正 这个没问题 因为如果你的无人机需要矫正的话 它会给你一个提示 你可以去做这样一个矫正 如果它没有提示 那就其实也不用去碰它 然后这个是关于电池电量的 无所谓 然后LED 这个LED的话 比如说你在暗光的环境下 准备要降落了 那我选择的是一个自动模式 那如果你在降落的时候 可能它的对向地面的这个Sensor 光线不够 你可以选择On 打开之后 的无人机下面的这个灯光就会打开 然后这个方便它的这个Sensor 去观察下面的地形 那我们现在把它换回到Auto模式 它关闭掉 那Unlock Geo Zone 这个Unlock Geo Zone的话 是需要比如说你得到一些 特别允许去飞行的一些位置 那你可以通过去向政府部门去申请 做到这样一个东西 那下一项就是这个Remote Identification 这个就是看谁在使用的 大家也不用去关心它 Find my drone 这个东西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选择 Start Flashing and Beeping 比如说你的这个无人机 有可能真的是炸机的情况下 掉在了某个位置 那你可以选择有几种方式 你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一个地图 它现在在哪个位置 然后你打开右下角的这个 Start Flashing and Beeping的话 它就会开始闪光 然后再去发出这个鸣叫声 让你更方便的去找到它 然后再往下的这个Advanced Safety Setting 里面的话 就是说就是更进阶的一个安全模式的设定 比如说如果没有信号 该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那我选择的是Return Home 就是如果无人机在飞行期间 突然没了信号 它要怎么做 我选择的是直接回来 那你也可以选择直接降落 或者是Hover就是Handover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 比如说你觉得你可能在这个位置 比较去好接近无人机 你可以直接过去拿到的话 这样也可以去选择这样一个模式 但是也不推荐大家这样做 那都是Return Home比较好 因为毕竟正常使用的话 Mavic Air 2它是基本上是不存在 这个信号丢失的问题的 那接下来这个是Emergency Properly Stop 这个就是说如果遇到一些紧急情况 那你可以通过这两个 它的一个方向按钮 然后让无人机突然停止 这个螺旋的转动 它会自己掉下来 这个情况是Emergency Only 就也是不推荐大家去用的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Control这一篇 那Unit就是单位 你要去选择飞行距离 飞行高度 它用一个什么样的气量单位 那作为普通玩家来讲的话 用米激扬就比较好了 那个Imperial的话 这个是英寸这个我们好像是很了解 因为这和我们平时的激扬单位不太一样 好的 下面这个Target Scanning 就是比如说你在拍摄视频 拍摄这个照片的过程中 它去自动去捕捉这个对象 那其实这个并不推荐大家去打开它 因为如果你打开它之后 它是自动去捕捉 那这个摄像头的它的一个转动 就不是在你的一个可控范围内 那比如说你自己手动去控制的话 比如说你想捕捉某一个物体 你直接在你的画面上框选它就好了 不需要让它自动去捕捉 然后Gimbal Gimbal的话你可以选择两个 一个是跟随模式 一个是FPV模式 跟随模式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飞行过程中 去转动这个摄像头 它会一个以缓慢的速度 去做到这样一个过渡 那如果是FPV模式的话 它的摄像头的位置它是不动的 它是直直往前 你怎么飞它怎么拍摄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下一个是 Upload Gimbal Rotation的话 就是平时你的无人机飞行的话 它的摄像头的方向是上前 然后你可以选择 然后它向下然后抬头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Rotation打开的话 它除了朝前飞行之外 它可以向上抬一点 不会抬太多 这是一个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打开它 然后接下来就是Gimbal的 它摄像头的稳定器的云台的设定 比如说它抬头的速度 还有多缓慢角度 这些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Gimbal Collaborate 就是比如说 因为三轴云台的话 它一开机的话 它的摄像头是面对前方的 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有点歪掉 你需要去校准它 你可以选择Gimbal Collaborate 然后它会去告诉你怎么去校准 然后Re-Center Gimbal 就是它比如说歪了它没回来 你可以点击一键 然后重新让它回正 这个是Re-Center Gimbal 接下来的话 大家看到的就是关于 你的Controller的设定 比如说Sticky Mode的话 选择是第二 就是上下左右 你的左右摇杆怎么样去设定 比如说左边的摇杆向上的话 是向上升 向下是往下降 你也可以做一个Customize 它可以给到一些组合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其实我觉得官方的Mode 2 是一个比较好用的组合 再往下的话 就是你的Button的设定 比如说Function 就是你的Remote 它一个附加按键 这个Function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设定是按一次 它是打开LED灯 你也可以选择 比如说是回正你的Gimbal 这样一个 回正你的云台方向的这样一个设定 再往下的话是按两次 我选择的是回正你的云台 这个大家去可以做一个设定 那下面的话 这个RC Collaboration 这个的话 你要是关闭才可以使用 但基本上也不需要去做一个 调整的remote control的 遥控的这样一个选择 那Flight Tutorial的话 就是你第一次飞行的话 你可以点开它 点开这个Flight Tutorial 它会告诉你怎么样去操作 你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这个基本操作 其实对新手来说是比较有用的 接下来是关于摄像头的设定 摄像头的话 就是我现在选用的是MP4的格式 MP4的话就是比如说你之后 在一些软件里面去做一些视频调整的时候 比较好用的一个模式 那你可以选择MOV MOV的话我们是叫做Mov Mov File 这个的话就是会给到你一个保留更多细节 但是画面会很大的这样一个 这个内存会很大的一个模式 那专业玩家你可以去做 但是一般的话MP4就够了 再往下就是颜色模式的话 我们选择D-Sign-like 就是一个Flight Color 就是比较方便于后期调色的 这样一个颜色组合 那如果Normal的话 它就是DJI给它做了一个调色的 一个预调的这样一个模式 那作为我来讲 我还是比较喜欢做这个调色的工作 那我就选择了这个Flight Color D-Sign-like 那Coding Format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选择你的视频模式是 HR64或者HR5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很重要 因为比如说你在Elius视频的话 其实大多数现在视频格式都是HR64 Anti-Flick Reader的话 你可以选择50赫兹或者60赫兹 那我选择的是让它一个自动的 这样一个模式的选择 Video Subtitle 字幕 不需要 你可以让它自动去加这个字幕 这个其实不是很主要的一个功能 那下面的话 这个General里面的话 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Histogram 你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你的屏幕上 会出现这样一个小条 我手拖动的这个位置 它可以提示你这个曝光的曲线值 可以给到你一个很好的一个idea 去控制你的一个曝光的一个精准度 那下面是Over Explorer Warning 就是说你打开它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拿着这个文机 对着我的这个光源 最亮的地方肯定是过曝的 所以它会给到你的提示 这个地方过曝了 它就会以斜线来表示 好的 那接下来是Auto Sync HD Photo 就是直接你的HD Photo 它会自动一个储存 这样一个自动去Sync的这样一个情况 下面是Green Lines 就是说你如果把它打开之后 三格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你的屏幕上 会出现一些线条 这个的话去方便你的构图 就是水平有没有打直 然后你的所有的物体 在你的画面 以什么样的比例去出现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选择使用它 然后在接下来就是白平衡 我选择的是Manual 或者你可以调回Auto Manual的话你就可以 它是从比如说最冷 2000一直到10000 冷到暖的 冷到暖的 这样一个选择 你可以调整Auto 这个白平衡它这种调节 下面就是内存 我因为使用的内存卡 我选择的是128G的内存卡 你就选择内存卡 当然你可以选择 Internal Storage 它就是自带内存是8个G 你也可以选择去使用它 在你比如说忘记携带内存卡的情况下 也保证你的录的东西不会丢失 下面这个Cache While Recording的话 就是比如说你打开它 你可以看到486 16G这样 它的意思就是你在飞行录制过程中 你的所有的录制的视频 或者照片 它会自动进入到你的手机里面 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去使用 我使用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设定4个G的内容 它可以自动进入到你的手机 或者你可以把它关闭 但是其实都不影响 比如说我就算关闭掉 它的所有的储存的这个视频文件 都是在内存卡里 但你把它打开之后 它两个记纸的东西 就是内容进来之后 并不代表它就不在你的内存卡上 它依然在你的内存卡上 所以这个看大家去怎么一个喜好 Transmission这一页的话 其实不需要大家去做任何调整 因为DJI的话 因为它这个图传是很稳定的 作为Mapigare 2的话 所以关于图传信号 你就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 让它就这样就好了 接下来最后一篇就是关于 Mapigare 2 你的整个无人机的一些参数 全部在这个地方 包括看到Aircraft Filmware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选择update 就是软件需要更新 你可以选择从这个地方去做一些更新 基本上所有的APP的参数设定就是这样 希望也对你可以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见 拜拜